一早起床所有人就是一起出门协助清理家园 只是眼前的电线杆真的好重 得要重型机具才有办法 但幸福的救援人力还没到 大家就是先挽起袖子 至少先把能清的清干净 壮丁们聚集到路上徒手搬运电线杆 能先推到路旁 兰与狼岛部落遇上小犬台风 部落里几乎没有一处是玩好的 挖起17级以上破纪录的阵风 别说气象站的风速计 连小轿车货车全都位移 家园真的只能用惨来形容 民宅至少50户受损 大致上把家园清理好后 现在有更多人投入开远港的救灾 几乎所有怪手全都集中到这里来 要赶紧把船拉回海面上 尽管船捞上来了 但接下来要修复空 怕还是一大问题 蓝宇卫生所也贴出公告 岛上的民众都平安 只是目前交通电力通讯水 有部分中断 需要紧急救援的部分 卫生所还是能提供 或是需要慢性药物也有 尤其急需手机电力跟家人报平安的 他们也提供了发电机设备 同岛一命 只希望蓝宇可以快快重建 恢复以往日常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